Ella有時候在記者會上哭的時候 你們另外兩個人心裡在想什麼 有一次我很驚訝 那時候我們還在主持娛樂百分百 那個我們有聊過嗎 那次 就是那個 他們好像不知道是什麼 也是發併記者會 然後就很多媒體這樣圍著他們 拿麥克風 有 結果他就突然崩潰 然後就拿麥克風打自己的頭那次啊 那是在你節目上 那是在你節目打頭啦 不是在我們節目上啦 新人哥主持的 是 那時候我們播出的新聞畫面 因為他突然崩潰 那是哭 對... 哭跟打頭是兩回事 打頭是在你們節目上 然後哭是在那個拍 你們節目整個都會脫 你們節目把人家搞到打頭啊 有嗎 有打頭嗎 有 是你自己打自己對不對 而且你平在場耶 然後你就傻眼 想說這個人怎麼這樣 對... 看你已經把麥克風拿下來打頭 要看他們多重 你不是演員嗎 你不能演一下嗎 不是 這個很痛了 很痛啊 先輕的開始 輕的 有這麼輕嗎 你是很痛耶 我是怕麥克風壞掉啦 我好像打得滿用力的 你打很用力就這樣 他那時候是一個情緒啦 對 就是爆炸那種 這很痛耶 而且好像不是打一笑 我好像都打兩隻 但等一下怕痛了 然後我就嚇到啊 我是怕麥克風壞掉 我可以換一個 你主持不能怕痛的吧 你是怕麥克風會壞掉 你也不能怕燙啊 現在也怕冷吧 要不然給你拿外套 不會 也怕累了是不是 椅子呢 不用... 我都很好 我都這樣子耶 當時你們兩個在旁邊 要怎麼辦 比較好 就很像 著火的東西 趕快想把那個... 就還沒有東西 人被蓋下去 你還想把什麼著火什麼引起 就真想滅火 你們不是應該 畢哥也拿起麥克風 打自己的頭嗎 這一次都是真的 對 應該要共患難才對啊 所以... 沒有 公分的打動就是會... 你們也傻眼了 沒有傻眼 對